而新鲜的土豆清洗干净,出去眨眼,将土豆捣烂成泥,装入干净的布袋中,再加入适量清水,通过反复揉搓可以分泌出白色的粉质物体,将含有土豆淀粉的白色将水装入铁锅中。 大火熬至水分蒸干,再用轮火慢慢将淀粉浆烘焦,最终形成黑色磨状物,将磨状物研磨成粉末,注意干燥储藏,每天服用三次,最好的断线服用,可以快速进入肠道,有助于溃疡免滴恢复。 四,一斤以上的母鸡,吃出内脏并清洗干净,加入力量的老浆,放置在砂锅中要煮,门火炖煮两个小时以上,等到鸡汤之夜浓稠即可,不用鸡汤效果明显,可以有效改善12指肠困症状,坚持时用五次以上,病情有所好转,进食时,生姜也可一同进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